这就显出来了 像我眼前这帮人其实个儿并不高 一米七左右 看看那是越南的一家三口 你瞧瞧就这种夜市 在中国不是大把大把的吗 但是你看人家这么多的游客 这么多的西方游客 哎呀 这中国呀 中国这几年给闹的呀 国内国内经济不行 国外国外的游客没有 两边啊都是这种小吃店 这是烤肉的 这肉串看着还行啊 这是一条夜市了 这是这条夜市 逛一圈吧 60千 60千就是6万 6万就是差不多是18块钱 三六一十八 汉堡 55千 万五 三五一十五 15块钱左右 但是白人比较多 这大汉不得 两米啊 太高了 这是印度的 看看 找到了北京的秀水街 当年前门的感觉了 前门那边 大石烂那边 没翻新之前 也都是各种的小店 那白人也特别的多呀 包括以前那秀水 也都是白人过去的 那现在直接都没落了 都看不到游客了 看不见西方游客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小羊人 你看看 就这些 这些西方的游客 多少人啊 来越南 给他们增加了多少收入吧 甭说别的就是机票住宿 吃饭 这三样 就给他们当地人增加了多少收入吧 哎 到处是西方面孔 白人 甭管哪的白人 是吧 人家来这边 挑挑衣服 150千 150 150多少钱啊 150多少钱 哎 30多块钱 这是100千 10万 三四十三五十块钱 都不是很贵啊 呃 因为汇率啊 你用美元换越南盾是更划算的 他们就坐在这个小店 小店门口 点杯咖啡 点杯饮料 就能喝半天 小箱子 哎呦 这就显出来了 像我眼前这帮人其实个儿并不高啊 一米七左右 看看 看看 那是越南的一家三口 你瞧瞧就这种夜市在中国不是大把大把的吗 但是你看人家 这么多的游客 这么多的西方游客 这么多的西方游客 哎 这中国呀 哦 还当场放裤衩啊 当场放裤衩啊 中国这几年给闹了呀 国内国内经历不行 国外国外的游客没有 都给赶到 都赶到越南来了 这越南呀 怎么说呢 跟中国比 旅游方面啊 基础设施方面差的多了 但是呢 你看看人家西方游客大批大批的来 来越南 看看 这外国人可比他们当地人 这个人数多呀 这都是这个买东西的都是外国人 一个人的背个包 一对的 一家子出行的 而且这些小商品多半也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没什么 这个车来了我不敢等 我怕他那个 你看他他还停一下 这夜市其实啊没什么特色呀 你中国大把大把的一个小县城都有啊 都比 都比这好啊 卖鞋呀什么的 小半叶什么的 服装鞋帽 你中国不比这个便宜 不比这个质量好啊 这卖一百 一百 一百 一百相当于三十吗 三十NB 这一百二一百五 一百五 一百五 多好的环球 你看 五十九 这是多少 这是五十九 六十六万 六万三六一十八 十八块钱人民币 拖鞋 哈哈哈 哎哟 这个真是 地主家的傻儿子 是吧 把咱们 把咱们村的这个 多好的这个 经营环境 旅游资源 都给浪费了 把人都给赶跑了 人都跑越南来了 越南东西又贵 质量又不好啊 哎哟 这个 越想越生气啊 中国多好的环境 净 硬生生的 是吧 给搞成这样 这个越南人是吧 是真正在偷着乐 越南人偷着乐去吧 看看这个小商品 小视频 这不都是义乌的吗 你看人这这些西方游客 人就爱逛这些 地摊 地摊上吃点东西啊 地摊上买点东西啊 这没什么特别的 但人家都喜欢 你看看 到处都是 这些西方的游客 金发碧眼的 人家当地人逛的夜市更少啊 没有多少当地人买 哎呀 我准备吃点东西吧 大晚上呢 我可以吃点东西啊 没有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呢 你看看 你能吃点东西啊 你会吃点东西啊 你看看 你的东西啊 你看看 这是一家什么店啊 我发现了 但凡是吃的 这些地摊啊 吃的 一般是亚洲人比较多 像这些都是亚洲人 你看酒吧外边拿一杯饮料 拿一杯水拿一瓶酒喝的 包括在逛夜市的 都是西方的白人 这是一个区别 这看起来还不错 看看他们吃的 这是烤肉 这个亚洲人 第一就是吃 这个欧北人呢 第一就是喝 加挂 看看人家越南人是赚发了 宏观上看 这越南的负责经济的领导 负责旅游的领导 真是 做梦 梦里都笑开了花 年轻的老的都有 中年的 想想咱们地主家的傻儿子是 真仇人啊 多好的一盘旗啊 给吓成这样 哇 好白呀 这个 这女的好白呀 所以说呢 还是亚洲人的皮肤好 虽然亚洲人是 被定义为黄种人 但是呢 亚洲人 你看看越南人的 越南人的皮肤啊 其实更接近于 中国的四川 或者江南一带的 皮肤白皙 但是泰国就不一样了 泰国的小黑妮儿比较多 因为呀 这个越南这边呀 它海拔低 看看人家这对小情侣 目测这个男的身高 是一米八八左右 那么你可想是 这女的这个身高 怎么着也得有个 一八五了 但是都很瘦啊 他们两个都很瘦 估计是 荷兰或者丹麦的 平均身高一米八二 这你哪儿瘦得了啊 男人平均身高一米八二 女人身高平均一米七五 这哪儿瘦得了啊 所以你看中国啊 中国不是说要对这个 已经对这个外国游客 免签了吗 就是你过境可以有 十几天 哎 多少个小时啊 我忘了是多少个小时了 这个 免签了这么一个时间嘛 所以说 在中国转机的 就有好多的外国游客 来中国 但是你 中国你没有用啊 你在越南 你随便用 是吧 推特啊 油管啊什么的 但是你在中国 你就用不了啊 看看 东门寺 这个就是越南 把这个 摒弃汉字之后的后果 就是你们当地的越南人 就根本都看不懂汉字了 碑利杜生 它们怎么长这么高啊 大电线杆似的 这男的两米 这女的得也得有一米九啊 这上哪说理的 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叫越南河内的老城区 老城区啊 老城区的吃饭呀 酒吧呀 这些小餐馆比较多 而且这些西方游客 甭管是不是西方的 包括南亚的 那好多人都爱逛这个区域 这是不是 那以前咱们大中国 是吧 这些旅游资源不比这强多了 这又脏又破了 这还有拉克 营销的美女 营销的美女 一手好牌啊 一手好牌 还让咱们打得稀巴烂 看看人家这个多繁荣啊 这些西方的小羊妞 哎哟 前面是俩姐们 穿着衣服 胸前两颗大白兔 都快蹦出来了 哈哈